康熙朝有三位权势熏天 地位显赫的重臣 他们是陈廷靖 索俄图和纳兰明珠 他们都是朝廷倚靠的支柱 那么从职位上来比 到底谁高谁低呢 清朝索俄图和纳兰明珠 陈廷靖都是康熙朝 前中后期大学士身份 但陈廷靖作为一个典型的汉族诗人 无论是入阁资历 还是倚中 都要比索俄图 纳兰明珠稍逊一筹 索俄图是索尼第三子 索尼在努尔哈赤时期 就任职一等侍卫 索尼是跟着当朝太祖混的 曾跟随当朝太祖南征北战 出生入死 正所谓前人栽树 后人成梁 索俄图一出生 就赢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了 索俄图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康熙身边的一等贴身侍卫 他曾经是少年康熙的重要依靠 康熙带他如亲人 康熙还让他担任身边的一等侍卫 组织训练不哭少年 两个人经常出双入对 关系非常好 索俄图有着天生的政治敏锐 他预断到 敖拜与康熙之间的矛盾 将不可调和 康熙必然不会坐以待毙 所以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帮康熙干掉敖拜 并且在平三番 收台湾 争诺北 抗击杀恶侵略等重大事件中 有突出表现 发挥了重要作用 索俄图曾被授封为宝和殿大学士 担任首席义政大臣的职务 可谓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后来康熙取索尼的孙女 索俄图的侄女赫摄里 索俄图和康熙又多了一层关系 康熙八年在除掉敖拜的行动中 索俄图有着巨大贡献 因此荣升宝和殿大学士 入阁拜相 再来看纳兰明珠 纳兰明珠因为才能出众 受到康熙赏识 多次表现突出被威仪重任 力挺康熙平三番 收台湾 参与治理黄河 平定格尔丹等重大事件 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明珠入阁五营殿大学士 日是在康熙十六年 虽说和康熙有这层亲戚关系在里面 但明珠能够在康熙朝 混得风生水起 步步轻云 哪怕后来犯下大错 也能够安然脱身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他身安为官之道 陈廷静是汉人 从秀才 巨人 近世 汉林到入职南书房 成为皇帝的亲信侍从 陈廷静当大学士的时间很晚 升任文渊阁大学士是在康熙四十二年 玄业很喜爱这个汉人老师 在满人的朝廷里 陈廷静是谨小慎微 小心翼翼 康熙登基后 陈廷静得以重用 历任左都玉使 工部和户部上书等职 后来升任文渊阁大学士兼历部上书 虽说很受康熙的信任 但他也没有像李光帝 徐元文 徐前学 高士奇那样成为康熙皇帝的心腹 甚至全清朝野 从对比来看 陈廷静在康熙朝的子里 身份和地位都在明珠 索额图之下 按照出身和家族背景来比较 索额图的父亲索尼是康熙朝初年的首府 索额图实习了一等宫的爵位 而且他还是皇后的叔叔 属于皇亲国妻 所以索额图的出身显然是陈廷静和明珠所不能及的 明珠虽说其父辈不及索额图家 但是也算是皇亲古妻 明珠出身于上满洲正皇岐 皇太极生母是明珠爷爷的妹妹 明珠又娶了英亲王阿继格的女儿 后来明珠的堂侄女也嫁给了康熙帝 与康熙有着多重的亲戚关系 其背景和起点虽不如索额图 但是比较于陈廷静要高出许多 而陈廷静只是汉族读书人出身的士大夫 这方面无法与索额图和明珠相比 而且在清朝时期满人地位高于汉人 满人统治者对汉人怀有戒备心理 康熙也不例外 熙熙思量他们三个人 康熙都很倚重 只是他们在不同时期 有着不同的制衡和作用 康熙最辉煌的成绩 除敖拜 平三番 输台湾 千尼不除条约 打阵杆 第一罪人索额图都是主要参与者 而陈廷静始终不沾边 要么定优在家 要么免职在急 或者在职并没有可圈可点的 在乡筹化之功 这放在首推军功 大学是以参与军级为重 为荣为尊的大清王朝 很让人怀疑康熙的对陈廷静的弃重程度 康熙喜欢用谨慎的陈廷静不假 但长期不尊崇其位 好在陈廷静可尽职守 静忠如实 没有被康熙和正敌们找到至罪的把柄 至于他死后 康熙派黄三子前往祭祷 也就是走个行事而已 被康熙却用多年的明珠 也享受了这个看似尊荣的待遇 所以说相比于满洲贵族的索额图和明珠 汉人陈廷静在康熙心底的位置稍训一筹 无论是家族背景还是贡献和爵位 索额图都排第一 陈廷静都排在最后 然而三人的结局却恰恰相反 陈廷静是最好的 陈廷静被称为一代名相 自始至终深得康熙的信任与器重 陈廷静去世后 康熙非常悲痛 常在朝堂上提起陈廷静 称他的死对于国家和他个人损失都是巨大的 给陈廷静加以文真示好 这在清代中汉人想此殊荣的不多 明珠晚年虽不再有权势 但康熙对其依旧重视 明珠去世时 康熙派皇子前往祭奠 明珠算是善终 而索额图被康熙冠上 本朝第一醉臣活活饿死 还被扣上了本朝第一醉臣的帽子 尽管权势地位最为显赫 但结局却是最为凄凉的 应了那句半君如半虎 但要从以重方面说 索额图是最受以重的 其次是明珠 后者是陈廷静 陈廷静在康熙朝 65岁才做到了文元阁大学室 兼礼部上书 只讲经言 但对于经于帝王权术的康熙而言 算不上真正乙性的重臣 相较于索额图 明珠 徐前学和高士奇 陈廷静在康熙心里的位置 还是稍训一筹